8月6号星期四 好 今天本来说 开头的时候呢 赵丽要跟帆帆跟 修个堂堂 我们要 拉迪赛一下 但是我发觉不行 我们今天太珍贵了 因为通常 没有什么人有机会 能够听到网红怎么赚钱 而且是真的赚到钱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本 森田的网海印钞数 很多看过森田的平台 他的粉丝 他的脸书 还有他自己的这本 这本因为才刚印好 对不对 6月才出来的 所以可能还不认识 不是很熟的人 尤其是 你知道我们的森田 森田你好 森田 对我是森田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直播了 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真的吗 真的 你知道我们今天是要抱着 上课的心情 因为越看这本书 就越觉得怎么样 不可思议 很多人会去把 贾伯斯的自传 库克的自传 巴爷爷巴菲特的 如何的那些 那个什么滚雪球啊 怎么样 他的投资价值是什么 奉为归孽圣经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不太 适合每一个人 对 对 尤其是适合 现在年轻毕业 把YouTuber 当成第一志愿的小朋友们 太多 现在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也造成家长 无数的困扰 因为每个家长都会说 当YouTuber怎么赚钱呢 我们现在找的一个是历史资历很长 但是年纪 那个颜值 大概是刚毕业的颜值的人 那他是怎么样 在这个网路的一片红海中 杀出一条他自己的路 对 而且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 你知道这本是 几乎说是 你现在要走这种自媒体 要当一个YouTuber 你想要赚钱 你想要经营个人 然后你想要有自己的 自我风格的人 都应该 赶快下来看直播上中广流行网 我们今天的 森田王海 印钞树的森田就在现场 对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啊 刚刚你有讲到一个重点 确实我最近的婆妈粉丝 非常的多 输出来 所有的妈妈们都会跟我说 看了命运好好玩 那一集 森田我跟你说 我真的很苦恼 我儿子跟我说我第一次愿意是YouTuber 网红 苦恼吧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 大概用30秒快速的介绍好了 就是说这本书呢 其实可以让更多想要当网红的人 可以知道到底网红是怎么赚钱 我觉得这次算是一个入门的教科书 这应该算进阶了 对 教科要看你的钱赚 你知道吗 第二阶段就是给 你已经成为网红 成为YouTuber 甚至可能是模特想要赚网红 还有半红 对 还不红 要红 还没红的那些人 对本来要红又掉下来了 因为有人比他更红了 怎么去赚 赚到下一个人生亿万价值 怎么样维持 对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 它总共有分六个章节 其实它是像教科书 很多人都会说 哇你这个在缩教 应该是说 这本书其实是累积我10年的 小小的功力的方式 来呈现给大家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 才10年是不是 其实我差不多做14年 但因为我4年其实是跌倒的状态 所以慢慢的转折当中 就会有所谓的经验谈 分享谈 以及怎么样去结合后续的商业合作 这件事情 其实它就是都写在这里面 那假如真的真的要了解我的人 其实真的认识我的 第四章节还是真的在讲 开始 认识我这件事情 其实123然后56 其实就有点算是商业合作 以及怎么样成为KOL 甚至网红到底要做些什么 因为第四章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其实照理讲应该是摆在最后 但是我觉得中间就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三田它是不是一开 因为任何红的人 你看不到它之前 对不对 第四章是我怎么存活到现在 是了 survival活下来这个很重要 对 尤其是一开始你看不到 很明确的未来会给你多少实质的收益 对 你有理想 因为没有 应该我觉得这是有个转折 刚刚我们不是有聊到 我说其实没有跌倒过的人 他真的会不知道什么是成功 甚至他的成功比例会比较少 当然我觉得我很信心 就是在20出头岁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真的跌倒过 很重吗 也没有到跌倒 就是穷到爆炸 我那时候还是会跟店员当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要吃极其瓶 我没有钱吃饭 那时候就荣获所谓的无名小战的 最大输融 网率这件事情 可是那时候都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要红 没有啊 我红了 但我没有穿到任何一毛钱 你那时候名气有了 对不对 很有名气 可是不知道怎么样把名气化为商业利润 对 没错 但也是有一些转折 然后之后又出了个 不小心出了个唱片 又再跌倒了一次 那其实当中在这种的挫折 我觉得好险我跌倒 因为我跌倒当后面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你要怎么守 你后面要怎么存取你的子弹 你要怎么去攻击 这件事情超级重要 所以真的 可是我从两岁就一直跌倒到现在 真的吗 那应该是你没有遇到好的机运 其实我里面有 其实你知道吗 我常常在做所有的分享当中 其实我都会跟大家讲 饮水失源 以及要找到会对你投资的人 好 这样子 我们要跟森田 这本书 其实因为你知道他说 第一章他会跟你讲说网红红了之后 第二个是你成为正式网红之前 然后第三是要就要当意见领袖 是的 也就是说你在你那一个路 你那条线上 你就要当意见领袖 对 第四章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我怎么存活到现在 我先大概讲一下 第五的是如何抓住粉丝的心 我觉得这是你要后面维持 你怎么样不坠 就不管你在卖什么东西了 对 第六就是增加商业合作的敏感度 这个 这个是天生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天赋之一 因为商业敏感度不是很多人都有 我们一个一个来 好 我们先来认识森田 好 森田是model 对不对 model 20岁就来台北 没有 我是差不多19岁 18岁那时候在台北读大学 我第一次愿意去里面 做什么 哇靠大学 你一定要台北第一志愿 填上去再说 所以你知道我们 我们也有几个来 特别来宾 他从小志愿就是要离家出走 真的吗 还有第二个志愿是立志当台北人 哦 你是只要离家还是要到台北 我是离家 不一定要到台北 不一定要到台北 因为家教很严 对家教非常严 因为我们家是比较随于传统教育 但我们家又是在做生意的 所以你刚刚说 商业合作这件事情 也许是我从小的环境 让我 生离家 慢慢培养出来这样的特质 敏感度 对敏感度 我觉得敏感度确实真的是需要用时间 跟精力去换 他不可能马上就是说 老师教一教 然后你自己弄一弄 就会变得非常敏锐 好 二十岁 十九岁 今天就是大一嘛 你就到学校 所以那你来台北念书的时候 这四年你就开始打工了吗 呃 那时候有 但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 家里的环境的关系 其实我打过三份工 你本科学什么 大学 我设计 哦设计 我是学美工科的 你知道吗 其实大家看一下 你看照片 或者是看书的时候 会会觉得说这是可以修图 对不对 不是很准 但是我觉得要看直播 对 我觉得 你几乎 你的图 还没有你不修好看 怎么这个是有点困扰 大家都说本人比较帅 哈哈哈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你不要修 哎 我最近有遇到这样的困扰 很奇怪 因为本人会比较 还是你修图技术有问题 没有我觉得照片会比较柔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把它柔焦了 而且就立体 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你修图后 反而有一点点的比较中性感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可是你看直播的本人 像我现在看你 对不对 就是一个DG的一员 啊 真的吗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强啦 就是呃 可以看一下森检本人 其实是一个 看起来蛮个性蛮柔和 可是我觉得你的商业头脑太强了 嗯 好本科是设计嘛 对本科设计 我觉得跟你后来的穿搭 有很强的感觉 呃对 对那时候反而读设计新音乐其实也是一路保松 大家很多人都会不知道我设计这块才能哪 我觉得慢慢献保 你看像我现在留一首 就代表以后没子弹就要准备准备好子弹 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要让很多人知道就是说 你不要一次陷太多东西你必须要慢慢的 啊 因为做生意也是一样嘛 一波行销再一波 下来一波再一波 其实我觉得 所以第二本就要讲我的设计人生吗 呃这个其实有在规划 但是还没有 还没有用 明确 还没有用 好反正那时候就当模特 嗯 那当完模特当中 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因为我刚刚说了嘛 我在模特当之前有做过三份工 我第一个是做五十兰 我也会摇饮料我也会派红茶什么都会 也会走珍珠都会 这个又又多了一个专场 对 你整天又又在想什么东西了对不对 你现在其实会有一些结合的想法 对啊 因为你已经知道他的know how了嘛 对 要比例啊怎么做对不对 而且你到那家是好喝的啊 对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餐厅 哦又是吃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跟我可能生意上 或是沟通上会比较相符 就是电影院 因为你是做售票的 你就是哎 那加过泡米花一百八要吗 加过五十要吗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做这类的 你当过那个我们的那个院线的那个售票员 我那时候就在美丽华当 但是我其实你知道吗 这三份工作其实我都是被fied掉 为什么 我有点反骨 其实我觉得年轻是有点反骨 但我被fied掉当中 其实我也心中立志一个志愿 就是我以后真的 一定要当你老板 对 自己都不想要当别人员工 我其实那时候真的就开始有这种倔强的心 好那你觉得你会 你应该不是跟同事不合吧 还是因为你太有自己的想法 对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小时候 其实比较真的反骨 就是你不会听上面的话 你会有自己一套的想法 但其实你说现在已经差不多33岁了 回想起来 听一听会觉得很好笑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也 这样真的是不太对 我自己有时候觉得 哎呀我怎么会这样 小时候 我就是想法太多了 不然我现在应该是变巨星了 怎样是客人要跟你说要围田 你就不给他围田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跟个性也有关系 就是我那时候反正 就是都有啦 我就说围田 我就说不信啊 你就是胖了一点就 0.1分糖 就是要这样 然后他是要吃爆米花 我就说没有 糖 呃甜的跟咸的一半 各好 对对对 或者就是不要 不要甜的 然后端菜的时候 奶油的就好了 端菜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菜就是要两手端 不是两手 就是两手一 各一 对 就是那种我觉得是比较反骨 那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个性 慢慢当中 因为我之后又出了一个唱片 其实这个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可以分享一下 这是我人生中最后悔的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你现在讲到你人生可以重来 你会重新做什么决定 我就会说 假如我自己想要当蟻人 我会选择当一张白子 哦 出唱片是关键吗 没有 等一下我再跟你说 他比我们还会空 对 哈哈哈 三天比我们还会空 OK 对 我发觉真的耶 就是其实你的线条是很雕刻型的 对不对 可是你的照片你把它修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反而本人我觉得是很帅 嗯 比你的书 比你的自己的脸 脸那个PO出来的都好 嗯 都好 都帅很多啊 没没没没变啦 没变 虽然那么累 虽然那个 对啊 养生这部分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年轻吃龟鹿二仙椒 真的吗 怎么会有人吃这个东西 可是其实我最中药我是超爱的 那你中药要小心哦 最近中药比较美 这类的东西其实我是很爱 这类的养生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那么年轻想要养生 是有有太累过 没有 其实我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大事发生过 但是就是其实可能是从小 我们现在工商服务可以分享养生 就是说 我在看说你会吃一些保养品 然后跟妈妈一起分享 对不对 好你目前 我就规律的作息啦 12点就以前睡 对我12点一定会躺在床上 我是想这么多还能睡得着 其实我一开始是有失眠状态 但是还是会靠一些营养食品去补助睡眠 但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什么 这就不能讲 那就是什么黑色的树啊 那类的去睡觉 不然我其实真的会睡不着 可是到现在 我觉得慢慢的去让自己 有更多的脚步当中 其实你失去就不会那么乱 哦对OK 就像我现在上节目 我就公事都不想了 哦 还有你上节目 这个还能想公事 那你真的是 有啊 我今天今天没有直播 我手机就一直跑穿 然后就哇 一直被切 一直被切 你知道吗 那个唐凤 对不对 他就是 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说他可以想很多事情 对 他说他是番茄 番茄 番茄式的思考是不是 番茄加一番茄 可是确实我是真的可以 他可以 跳跃式思考 对啊 好 那你看啊 来 因为再怎么讲啦 你还是要有个健康的身体 维持一个好的外表嘛 是 就是运动 对不对 你是健身房的运动还是 健身房运动 是健身房运动 有增加肌力的 然后假日会去游泳和潜水 啊 你现在豪宅有用吃了 应该可以 就在你的豪宅里面 都有啊 也会潜水 会潜水 然后吃的保养品 出了正常的食品 白 白间 我一定会 Hello 正常的食品 我一定会吃葡萄 那个 我们企划还是自己的 葡萄 有 没关系 谢谢工商服务 来 赶快签 两张 马佩尔 好 请款单来了 对不对 然后待会订车啊 嗯 我刚刚楼下来 他那个刚刚楼下跟我说 10秒要回来咯 好 马上在中间就要请款 带2000万 好 OK好 哈哈哈 我们再联络 拜拜 谢谢 谢谢 呃 我觉得一天哦 24小时 三天都是不够用的 但是他依然可以挤出时间来保养养生 这个在最后来分享 我们直播的时候 工商服也会跟大家讲一下 嗯 今天的这本是来 芬田的王海印钞书 这边也有啦 请大家赶快去买一下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他非常实用 对于尤其困扰的 对他真的是很实用的啦 因为你是从无名小战就开始 对对对 我们刚才讲说你说 你后悔的那件事情 我后悔的那件事情 就是我为什么 我想要变成一张白纸 因为我觉得 假如我今天真的开始走到 演绎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因为就怪到我 那时候年轻想法太多 我自己的想法我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这样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要怎么样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 哇超懊悔 那请问一下 你是当了model以后想要当歌手 还是说 没有 从小有立志想当歌手 那时候是因为出完唱片之后 因为想法太多 有更大的公司要来签约 但是我却没有签给他们 嗯 然后我就觉得想法太多 然后当然 现在都已经变朋友 那些大金钱都变朋友 他就说 你知道我年轻没有签你的原因是什么吗 我说我好想知道你跟我说 我说没有 因为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是一张白纸 而不是一个有想法的小孩 可是他就说也还好 因为现在看你这样子 我觉得也很有成就 这件事情也是对的 那你应该是现在出才对 啊现在不适合出 哈哈哈 现在可以出有声书哦 这个是很强的哦 对可以 如果你自己有一个那种平台 让你去讲 然后你可以不要露脸 我觉得会更强 真的吗 当然啊 是因为我真的 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说 其实我是搞威的 是啊 你反而可以不要直播 你就走广播更好 或者是那个podcast 你知道 那就更适合 因为很多人会很想听你的 讲话 又有条理 真的 所以我讲话算 声音也是OK 过关 不是 你再讲我就没饭吃了 哈哈哈 你做完这一集 是是是 可能这个时段就给你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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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那那出了以后 你觉得发生什么事情 会让你觉得很后悔 你觉得不够好 不应该贸然出片吗 没有了 但我觉得说也不是说后悔 我我现在很开心 有这样的过往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虽然唱片当中 我就是病也没有红 反而更穷 嗯 所以那时候也是跟更多 更多的便利商超 超商 成为好友 成为好友 为什么 因为我隔天早餐 就有着落了 我觉得 应该叫森田的王海 极其印象 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然后反而就是那时候 我就算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就是 哎 很多演艺圈都会有个故事 你知道什么故事吗 呃 你是怎么当演艺人员 你是怎么当明星的 哦 我就是陪我朋友去面试 然后我就跟着上 我就是其实 配角当主角了 我就是陪我朋友去试镜 平面模特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已经是一歌手了 我还在来跟人家当模特 然后他就是选我 叫我拍 然后那时候 当然我也觉得想说 好了 英雄 英雄不怕出生地 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 我必须要不要再有这样的想法 不要再这样的自己的设定 因为这件事情是错的 这个等一下可以分手 分享说 就是 不要把自己定位在某一个角色 就不动了 对 要转一下 对 好 那时候就是比谁弯腰弯的最弯 好 那时候就重新开始 当model 对不对 那他他的那个model的性质是什么 平面model 那时候其实 雅虎奇摩拍卖是超级有名的 所有的衣服 我们都是必须要展示 对对对对对对 那时候网购才开始 才开始 所以我刚 那你应该很抢手 我那时候有讲到一个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无名小站 那时候其实在所谓的网路 拍卖那时候是不有名的 无名小站被并购之前 其实他是最红的社群 是年轻人最爱的社群 就是无名小站 对 结果后来他就被并购了嘛 对 所以你是从无名小站 那个时候开始的网购嘛 就发机了 发机 然后就是被厂商向重 嗯 然后那时候也真的 我跟你讲 就是真的是要做一炮而红 为什么 因为又赚到名 又赚到钱 那你一天要大概要穿脱几套 我跟你说 会类似 一场 嗯 通常我们一场会拍四个小时 一场 六个小时 你快的话六个小时 你可以拍一百二十件 哇 所以我通常一天都会接三场 那你要不要讲话 不用 不用话 你只是平面 这件事情等一下也可以分享 我们要小笔记一下 等一下太多东西要分享 我真的要分享 很多模特要转成网红 这个很强哦 这件事情 其实是遇到非常大的转车 因为模特都不讲话 对 都是拍照厉害 可是要到成 讲话就会 哇哇哇 就破功 据点 所以这件事情 对 或是据点 据点 所以那时候反而我就当模特当中就展现衣服 那时候在我二十四岁 二十四哦 我就不小心人生中因为穷过 因为防守 所以我存了一千万 可是 可是那个时候是你 你在二十四岁 对不对 你就是说你 我 我差不多二十一岁 开始拍照的 哪时候开始发的 二十一岁 拍照 二十二岁 出头开始拍照 哎难怪耶 我就会发觉你这个脸哦 嗯 你知道我们在很多网购的那个上面 我们都会以为说 他是不是很高兴 哪里去找这些model 来拍这些衣服 对不对 所以其实都是在人海中挑到的 对 那挖掘你的那个人 你真的要给他一个红包 有有 到现在都还在联络 现在这个真的是变成 所谓很好的朋友 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你的贵人 对不对 你就因此拍平面 变成是一个平面网红了 所以几年内赚到一千呢 三年多 哇所以 因为一个月差不多六十到八十 你一年差不多就可以存 那因为那时候 其实你已经开始会存钱了嘛 哇你一年差不多就可以存了 差不多六百五 所以你因为拍衣服 你也不用购物 你也不用买衣服 所以没有没有花什么钱 就一年就三年就存到一千 对不对 差不多一千 因为还有花费嘛 以及之前还有节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你看了我从网拍 让我学习到很多很多的领悟 第一 厂商为什么要你 你有想过为什么要你吗 不是你长的帅啊 你的脸可能要对我们镜头 对是帅啊 对着镜头来来来 我觉得帅 嗯 没有我其实说真的没有到特帅 帅的人比我还要多 怎么秀 好对讲到重点 怎么秀 嗯 衣服你要怎么去秀 怎么样才会买 所以很多消费者 都只能看生田怎么穿 他就跟着怎么穿 好了听到这是一个关键 完全正确 所以慢慢的 我的已经开始被洗脑 所有的商业模式 没有生田我不买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生田的体重身高 身高1771 那时候体重比较瘦 60公斤 所以我应该要穿M号 生田穿这样刚刚好 嗯到腰部 那我就买M号 没有我比较胖 我要买L号 哦所以说你变成是大家的一个指标 对 就是我要你比你瘦就S 对 而且我也没有特别高哦 你知道为什么 当网拍Model 其实要有一个首要条件 不好意思 183的先刷掉 因为全 全亚洲 亚洲的平均身高 对就是差不多175 对啊对啊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身高优势 其实 标准 标准 对标准 身形 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什么倒三角 身材特别好 拖下去就哇 女生就会剪脚 不是 那时候身材是比较扁圆形的 哦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也慢慢的塑造出 非常多消费者 只看我 哦 因为你是 标准 对不对 你就是一个指标 但是我觉得指标之外 还是要看脸啦 因为你是就是卖男生嘛 对不对 其实真的 是不是卖男生 要红 真的不是看 要看怎么样展现 你的衣服 而且厂商为什么还要再用你 因为卖得好 对 对 所以你就变成一直接 其实你那时候踩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棒的一个就是怎么讲 印钞机是在网红 对 就是那个拍 对不对 因为没有竞争没那么多 对 然后他们用习惯的人 他不会发觉新人 因为现在很多人要进 会有一点 就是门槛太高了 所以有很多像大陆的直播主也是第一代的他觉得很好赚很好赚 可是要进去第二代第三代要去复制的时候就困难重重 因为前面 其实我的商业哲学就是 前面那一个人 还不知道的事情就是赚钱的 对 谢谢谢谢 对你的商业模式是 我也要一杯水 啊 哎呦 我们这是失礼 哈哈哈 好 保养 工商服务就是我们的保养时间 是是是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问一下森田 是的 呃 在 你觉得最要保养的是 为什么是归入二线礁 好 因为归入二线礁 其实对于所谓的氧气 活氧 活血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是 我以为他是顾那个 归入二线礁 但也有一些胶脂是顾膝 是顾膝 是顾 对对对对对 关节对对 然后因为我个人其实 归入二线礁里面会加一些枸杞 嗯 然后加一些胶原 然后以及像那种 大骨的那种熬汤的那种 就胶脂吗 所以它胶原跟活血这件事情 都有 然后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到后期 其实有一点流行像那个低基金 嗯 就慢慢的 方便喝 但我觉得两个喝都很好 因为低基金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感冒后就不能再喝 你感冒前就要先喝 你知道这个逻辑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对对 不知道对对 来生田讲述 是 生田来低了 真的因为这是我妈教给我的 怎么样呢 他说其实你你带你身体最好的状态 甚至你可能知道你下礼拜要比较超 牢的时候 先补 就要先补了 嗯 工商服务更精彩哦 是 就说生田很多秘诀 因为要维持你旺盛的你知道思考体力 然后还有你的肤质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后来这个网红怎么养成也要讲 对 设计教了你怎么样秀自己嘛 所以你在赚第一桶金的时候有一个很好就是 没有什么竞争者 对 因为厂商不会冒用新人了 对 因为你很好教 你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 你只要到现场 你就知道怎么穿脱送 然后拍又会很慢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 应该这样讲 嗯 大家现在不是很多男生的说 我也想要当网拍摩执 对 对对对 啊我我长得很帅啊 对 可是我觉得你知道吗 通常对于我来说 一个市场来说 假如你已经被量化 知道的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会赚钱 但是不会赚到大钱 因为他会变成竞争 嗯 我常常跟我的伙伴在讲一件事情 我说你看哦 现在影音团队这么多 对 每一个都在主攻什么 inhouse或是没有 我就是继续外面解解案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现在所有打开的ig 是 所有的fastbook 全部都是影音化了 对 这件事情就是已经变成是 无能取代这件事 就是每一个人都自己可以来了 代表你这件事情已经被量化了 对对 不会有任何的赚钱的利器了 对 因为他已经变成是一个基本款了 你知道吗 大家入门都是变成 而且还要比画质 比后置 嗯 然后比梗 对 我就是觉得网红快累死了 这么多这么多的平台 要怎么赚钱了 这个重点 应该是说 其实现在网红 这种革命 我觉得分两种 假如你真的要论网红这件事情 第一个 你可能maybe是 比较幸运是有颜值的人 嗯 那你有颜值的人呢 你就可以去靠你的光环 去做更多的内容 嗯 可是假如你今天是没有颜值的人呢 你就要用你的更多内容 去支撑你这个人的光环 嗯嗯 我觉得这个面向是完全不同的 嗯 所以常常像我们 像我在录影片啊 大家都说那你第一支影片录什么 没有 我跟你们讲 我真的就是在录 用我的光环去录这样的影片 嗯 我在开头都会说 大家好我是森田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我平面的模特的头发 到底是怎么用的 你看我已经做到共鸣了 因为大家认识我 甚至从来认识 而且你 网拍 还有你是你的你有粉丝培养 对 所以慢慢的你 大家也会知道说 啊我好想要知道森田这个发型 怎么那么厉害 怎么站起来的 怎么做 怎么给他一个弯 随便 教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卖过一个 非常有名的法辣 对不对 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 一样是亚洲法制 你也没有自己去settle什么的 为什么他可以立立那个站起来 所以你会 你怎么会怎么介绍 我就怎么介绍 就说大家好 我是森田 你想要知道我更多工作的发型 怎么用 就看这个影片 好 好 就说好 这个呢是K髮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台湾湿度所打造 研发出来的髮辣 因为其实台湾够湿 所以有时候你支撑髮型的髮辣呢 是非常多种 但是呢 这罐呢完完全全是因为这样的湿度 而克制化 所以等于是可以支撑24小时 又可以重置 又可以怎么样 而且是专属台湾 呃 我觉得也不算是台湾 应该是说 专门是 湿乐的国家都很适用 例如说 东南亚 东南亚其实算是感乐 但是 它超容易流汗 流汗就会有湿气 所以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趴了 我个人不会把思路只锁在一个地方 我会把它往外扩张 当你在介绍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先想好 嗯 到底要吸引是哪一块族群 到底有哪些族群 想要跟你讲 但是 我常常会跟很多人讲一件事情 会看你的影片 不好意思 自己会做发型的人 不会看你影片 所以你就是要交给 那些想要成为 教他 对不对 教他 我也知道方法要这样抓 你觉得发型师 会看申田的影片吗 不会 他只会说 他可能很气 很气人家带你的影片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会的话 对 所以我意思是说 你要先锁定你的粉丝 你的粉丝到底是哪一个 你的族群 像我常常也勉励我的发型师 拜托你去录个影片好不好 他说我要录什么 啊你都不 饭都被你们抢走 饭碗都被你们抢走 我要录什么 我说不是 你们的语言是 大家好 我是一个造型师 我应该要怎么正确的 去弄这个头发 嗯 但我们是用什么 我们是用我们的工作 去带入这个头发 两个人立场就是不一样 那为什么艺人都要装发服 逻辑就来了 对 所以一个走专业的 怎么教你做 一个是你自己的生活中 是 你可能就是小资 对 你就是自己 所以其实你有打到一个很强的一组 就是说小资想要成为一个明星 你知道吗 对 那像你在无名后对不对 大家已经又进入了战国 快快快要进入战国了 那这么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又死在很多死在沙滩上了 可是你要活下来 我觉得你不像有一些艺人 他转长到晚拍 觉得说 我可能一个月 第一个月赚一百 第二个月赚一百 可是到三四五个月以后 越来越多的艺人加价以后 那个市场就被稀释掉了 那为什么你还是 你怎么样子一直 一直蜕变蜕变蜕变 你像变形金刚 也不是 看到危机 你又转了 我常常应该这样讲 我们讲所有的流行趋势 它以前是一年变一次 但是呢 现在流行结合了所谓的电商这件事情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是以天在看夜机 以什么 一天 已经不是月利 月营收了 日营收 不是什么年度计划表 月都没有 我们就是以一天 所以等于是你一天当中的变化呢 它会因为一些你做的决策 因为你的方式 因为你呈现的东西 而改变决策 那请问一下好 比方说像现在有国内的平台 有外商的平台 有中国大陆的平台 这么多平台对不对 你不是制造者对不对 那大家为什么会从你这边 采样 而不去其他 人家还可以刷卡有红利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怎么会选你咧 常常大家都会说 你们的平台到底是什么 是 柴油严谜降助场 没有其他什么都有 那一句话 我可以来代表 所有的就是没有酱油 没有没有海盐 都什么都没有 就是生活用品有 流行时尚有 最新最潮的有 对 所以我们我们的网站 先区隔 对先区隔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弄不过MOMO MOMO它就是一个超级大平台 它就是柴油严谜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我都包 我红利也有 可是应该是说 对于我觉得 我在讲了 KOL里面要当做所谓意见领袖 这件事情 对 一样的意思 你今天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一个先驱 你要把它做区分 而不是给它尬下去 就是跟它PK 我觉得这件事情 不是拼海量的 不是拼海量的 而是你怎么样 所以说你怎么抓住粉丝的心 然后让他们会去追随你 对不对 然后跟着你走时尚 那你也遇过危机嘛 比方说像你会觉得说 哎怎么有那么多平台 或者说像有很多网红 其实不知道自己可以走什么样的路线 他可能很漂亮 对 他可能也会打卡 很会拍照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转化成利润 像你是从存了第一桶金 比较不用去跟超商店 那个店长们 对 在拼海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想说你要怎么做 那你怎么转成是一个经营者 其实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很多 其实很多网红 甚至很多艺人都有问过我这件事情 他说哎呦 那你现在就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是 你应该也会发案 你也会结案 你是一个斜杠人生的人 因为你是个网红 你也是个网红企业家 但是我必须说 先不要忘记我是网红 忘记忘记 忘记 我觉得所有的答案就是你到底够不够会卖 哦 来来来 这个很厉害哦 这个是真的 这个才是活路对不对 这个才是真正让你解谜的答案 一开始你就是Sales 对 你就是吗 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我常常会勉励一个Nobody的网红 你一定在怎么样烂怎么样烂 工商服务时间 工商服务时间还是可以聊一下 就是你存到第一桶金的时候 那时候我想到只是接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接业配 对 可是接业配其实不固定 嗯 可是你当你是才开始有这个平台以后 你就固定了对不对 你甚至可以把业配发给别人都OK 对 那在接业配的途中 你有经过这个时期吗 当然有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 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人设当中 在做所有的业配当中 我们一定会觉得说 啊这到底适合我吗 是 可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正常人都会觉得啊这不适合我不要 对 选产品对 可是对于我来说 你怎么挑的 我就说怎么会不要 应该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sales 我去卖这个纸杯 我去卖给你看 嗯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它变得很厉害 你不会拒绝产品 哦 当然会不好的产品 当然会拒绝 应该是说我们会去包装产品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先筛选过 它的品质质量 而不是说这个不适合我 嗯 先摆在第一 这不适合我 不是我们是会去想 哎这个纸杯 放在森田身上 应该要怎么弄 啊森田要怎么给它卖成 变成是金杯 对 金杯 啊你拿这个 啊到底要怎么卖 对不对 到底要怎么卖 我的米来了 我觉得这一样 哎其实你刚刚讲到观圣地君 观圣地君 对 我蛮信 是是是 其实我跟观圣地君 很有缘的 真的吗 对 难怪会来这 因为我们的行天公 在隔壁嘛 嗯 所以说为什么今天又又赶快 带一包观圣地君 你说这个 我会怎么卖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 我一开始接受到这样的任务 我会觉得 哦 我会怕 我会不知道怎么卖 可是你知道吗 它就长得像平安符一样 它一包就是一cup 对 平安符 所以等于是说呢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会比较走心灵面 然后我要介绍这个东西 宗教心灵 嗯 就像一样 为什么有圣水 圣水一样 就是净化我们的心灵 一样 这个半壁过观圣地君的 让我们吃进去 清炒 我们就会有所谓的 净化成功能 净化磁场这件事情 以及增加能量 那你知道吗 很多人不是都会说 哎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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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你可能要带平安符 因为呢 它就是会保有你的好 增加你的好 去除不好的 哇 就是这样 赶快吃 赶快把它吃下去 赶吃 对啊 因为你看 这鞋服就这样挂着 是啊 可我比较不是那种邪性挂的 哈哈 对 那好 那还有很多像 像刚才你会走销售了 对不对 可是是销售 你会看到什么样的危机 然后你会觉得说 你其实要成为一个经营者 来咯 三秒 我觉得以下很关键一个 因为很多YouTuber 他现在已经是大家 各种平台都有的时候 白家争鸣了 你要怎么突出 如果我今天是搞笑 我会忧郁症 我每天都要想梗 我想要爆炸 而且会变成人生都是 别人在笑我在哭了你知道 所以那你又觉得说 因为都是靠脸的话 人也会老嘛 再怎么样保养也是一样 对 所以那怎么样的危机 让你觉得你就是应该要当业主了 呃我觉得也不是 我没有危机而当业主 应该是说我告诉自己 我模特到底可以做多久 你怎么设定 呃当时 没有那时候应该是这样 我刚刚说21岁开始拍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寿命差不多在 24222322 魔灵 我差不多25岁 我觉得差不多要挂了 魔灵就 所以我25岁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说 我也好想当部落客 一篇八万多好 部落客一篇有 当时部落客很红吗 我那时候就是被这个烧到 我就觉得说我一天 没有这个当然没有什么意思 我会举例我心里的OS 分享给大家 我一天才赚一万二 嗯 一个月三十几万 那我要接三场 我就有九十几万 可是这样好累哦 都要用体力 然后部落客就可能要在家写文 可能要耗比较多时间 可是在家里 所以那时候因为这样的转折 我就觉得说 我不知道我模特导演能做多久 因为我之前穷过 所以我不敢再让自己有跌倒的一次机会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 好 我就开始来拍影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的表演性 镜头感 镜头魅力是有的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拍影片 也开始在直播 那时候Facebook 你有Tim吗还是自己拍 我跟你讲那时候 我跟你讲 Tim都撑不起 我自己一手包办 我跟你讲哦 那时候我还去韩国啊 但都用这些影片啊 我跟你讲我人生中是去韩国 直播 这个是我商业契机的开始 但我在这之前去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怎么样弄吗 今天录完 大家好我是昇田 我现在来到什么 去哪都播 晚上自己剪 哦 剪完隔天立刻放 所以你当时是想直播的时候 嗯 你就先录 然后回家再后制 后制 再放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已经去韩国 哇都好熟 这美妆店都好棒 嗯 我在27岁的时候 有一次机运 来了 26 27 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人家才刚毕业呢 对我就想说 我应该直播一下 让大家知道 现在韩国到底有多少韩星 多爱这些品牌 开始直播 不不不不不不 好啦 隔天你知道我领了多少钱吗 多少 粉丝都会说 生田代购生田代购 哦就就在你的下面留言 是不是 叫你代购好 那你怎么怎么怎么 怎么会知道可以代购 没有因为粉丝也在号召我 因为那时候代购 其实并没有那么新奇哦 那时候代购都在干嘛 欧美代购 营养食品代购 名牌包包代购 对对对对对 谁在做韩国代购 没有 是 好我那时候想说 要不要充一个 好 给他充了 赌吗 立刻接你表单 晚上跟他讲说 哎你们今天看这些直播 只要提起表单的人 就可以有机会 那你表单就放在你的 那时候只有那种 Google表单 很自私那种 还要写姓名 那就写一大堆 好 你知道我隔天领了多少钱吗 多少 一百五十万 韩还 台币 蛤那你可以领 那你真的有钱 因为你要领 用提款卡一直领 是有限额的 我记得我永远 不会忘记 我的手续费被扣了四万六千 哈哈哈哈 真的很强 我机票都已经来回 不知道几次了 也就是说你光是那个兑换 对不对 汇率的汇差 你就四万六了 四万六了 因为一天又只能领 二十几万 对对对啊 然后我就换好多张卡 啪啪啪啪零零 然后领了一百五十万 差不多 就买足了 对 那回来还超重 我跟你讲 货运那个空运差不多十万 因为我就整个直接很厉害 就扛去机场 嗯 大家以为我要走私 没有就说这是代购 代直接讲 没有那时候 那时候根本没有 那时候没有罚钱 没有没有那么严 好 然后反正我就是这样开始 第一批 我就觉得说 哎呦 赚多少 第一批 这个很强 我觉得那时候 没有森田你要讲一下 鼓励一下 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森田是 他会告诉大家他的收入 对 我跟你讲 粉丝们对不起 因为那时候真的也不懂行情 也是人生中第一笔 哈哈 你们也算 你们算投资森田啦 真的 我一百五十万 我零一二三百 蛤 各位粉丝 森田有跟你们说 我买五百我卖一千 谢谢 因为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谢谢 我也不知道什么 可是五百卖一千 大家觉得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很贵 因为你是空运进来 对 而且你的单价不高 对不对 所以你是量多 我是量很多 他们他们原谅你了 对我就说 哎来这个五百元 然后卖一千 然后因为我就没有那么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的生意 头脑就是说 哦没有 以现在还要去比外面的价钱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那时候第一个是也没得比 因为韩国韩国带国 不流行 根本不流行 根本没有这样 你喊多少大家就买多少 喜欢就会买了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是因为 你又踩到了齁 我就觉得哇 我一天比摩托赚了更多 比结果还要更多 好 我实在太兴奋了 这时候三百 可是我觉得真的 那个时候你虽然说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很厉害 就直接给他加倍 对 哈哈哈哈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 粉丝们对不起 但那已经是五六年前 后来三天还有回馈你们了 那时候 那你就做成了第一个了 对 你开始很多 你知道像我举个例子 当时练练 呃那个裴永俊 是 裴永俊的时候呢 他当时也是觉得 他不知道他这张脸 他可以红多久 他只拍两部 三部 扣掉那些不红的嘛 对不对 只有他跟崔志勇在不红 红了以后他就觉得 他要当老板 对 经纪公司老板 这个才是长久 他就真的从此就退出了 荧光幕了 对 你就有一点像是 永样 知道吗 之类的 你刚刚就那个时期耶 然后我在跟你们讲一个最经典 反正我那时候在弄的时候 我就想说 那我下个月要去泰国 我也来做个泰国代购好了 泰国 所以那时候就是 泰国韩国韩国泰国泰国韩国 就这样换换换换换换换 一个月只做一次 一个月一档而已 对 因为我真的也还要工作 根本没有办法 可是那时候我心就很痒 就觉得说 哇 这比拍照还要好赚 天哪 我好想要好好做 又拍照又代购 对不对 那时候厂商都知道 厂商也很鼓励我 然后可是我觉得在这前提 厂商会鼓励你 原因是因为 我有坚持一个点 我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饮水食源 其实你知道吗 我在这拍照当中 十年 我没有跟厂商长过家 哇 他们应该要 因为他们是很愿意帮我 应该要买你的产品在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很愿意帮你 因为你没长 你还是用当时吗 你开的价钱 到现在 哇 模特了 模特了 对你那时候说一天大概一万多 三场嘛 对不对 其实算很便宜 一场一万多 所以一天是三万多 一天三万多 每天都固定差不多三场嘛 差不多 有时候两场 有时候就一场 好那这样代购你觉得 后来你是不是觉得 比较好赚 说真的 怎么思考赚型的 确实是 对那时候就觉得说 可能我只要拼个两天 然后就这样 然后后来可能再出货个三天 嗯 然后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说 诶 我慢慢的已经忙不过来了 要找 助手 找助手 哇 忙忙忙忙忙 到后面我觉得代购真的不行了 因为我 诶好 代购不行了 不是因为我很多很多的员工 所以我们要开始付钱 我忽然发觉一点 比方说你在代购的时候 因为你还在经营 对不对 那你遇到客宿怎么办 就是有一点就是你如何谦虚 然后 其实我觉得 当时你的个性应该还是会对杠的吧 没有了 已经成熟了 我跟你讲 全部都是以和为贵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还是以消费者至尊至上的概念 再去经营所有的消费 服务精神 对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很多消费都说的消费者纠纷 消极法 好多好多 可是回馈 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然我们今天回馈给大家 相信我觉得这一个诚意 消费者他是会反馈回来的 这件事情就跟我刚刚讲 工作我都不涨价 逻辑就是一样的啊 好那你代购的时候 你可能因为代购的时候 你是有量 接单后才买 对不对 你不会囤货 不囤货 所以那党党都热销 那真正你觉得 那个代购也不行的时候 是一年后 很多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是一年后 可是你已经有存到又一年的金了嘛 对 你怎么想 想到现在的 我那时候其实 这个等下咱们我也要分享 好 对就是 这个其实那时候反正就是在 那时候一开始在接业配 业配非常的多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想说 诶 一加一大于二啊 我今天厂商接业配之后 我为什么不能帮厂商卖 我就是这样开始到现在 其实你还有 有点像是购物台耶 诶 不算 好的 是 我们现在还在急剥嘛 有 一直 对 趁机就是做一些事 把握时间 把握时间 三田开车吗 开车开车 开什么车 这也是个人的品味 Youtuber也想知到啊 你也要问好 好来 我开保释 对嘛 也是要讲一下嘛 我原来就教一下 coração jour 我在炫富 今天真的有多少的专访 我真的都不敢讲 为什么 我觉得 你分享这个其实 你知道很多欧美的网红 不是这样子想 它们会觉得说 要讓你知道說我今天做這些 我是有回收的 對 對我沒有亂花錢 可是我可以買我的興趣 投資自己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在粉絲團上面 啊三年開綁世界 啊OK啊 常常也是在分享這些觀念啊 但是我覺得因為你知道 還是比較憤世技術的人比較多 但是這樣我能感化 就是酸民啦 我當然能去幫助他們 但是因為我個人像到現在喔 我都是一直傾向是幫幫人 我很多跟我同行的 我都是一直不斷的在幫他們 十秒 啊回來 我們真的也在上課了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網紅的成名錄 這個不是意外喔 你是一步一步來的 所以我覺得太值得很想當YouTuber而聽 而且是大家都在想YouTuber 到底怎麼賺錢的這件事情 只要你剛剛講到YouTuber 我覺得YouTuber跟網紅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YouTuber是比較是屬於多半是娛樂 慢慢的轉成像Ido偶像 明星話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網紅它還是要存在一件事情 就是要它有一個商業價值存在 嗯 所以你會發現到很多很多的品牌專櫃 精品的東西都只找網紅KOL 喔 還比較沒有找YouTuber 不是說他們不好沒有他們很好 是這樣的掛箱 拔下去就是不一樣 對 因為它還是有一些市場上的區隔 網紅 統稱網紅 KOL歸KOL YouTuber歸YouTuber 但是有時候網紅它也是有分很多性質的 是 那我們剛才講說你說代購已經有危機了對不對 那時候因為其實當然就是自己的團隊和職員 很多人非常非常多 多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一個月要付三十幾萬的薪資 天啊我這樣哪夠 這樣然後加上一些可能辦公室倉庫啊 雜質開銷 我那時候一開始驚訣 一開始第一個月付六十萬出去的時候 我就想說 嗯 怎麼放 我住了一個月房租也才三 就是三萬 然後不到 然後現在這樣付出去 然後我就慢慢想說 欸這個事情 請那麼多人 已經不對了 嗯 因為我們的利潤是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一夜而高可是利潤不高 對 然後就覺得哇不該是這樣子 好 於是 第三 第四了又又來了 我呢剛好就是我剛剛說的 法蠟 這個法蠟呢其實這我是我人生中轉機的最大鬼人 他也是我現在的合作夥伴 嗯 然後那時候其實一開始他就是說 欸森田你要幫我業配啊 我想說好啊我要去日本外景 我就幫你業配 嗯嗯 然後業配完到後面 哇他說很賣耶 然後我想說我就問他說 很賣到底是幾多賣啊 他說嗯破千罐 我想說 一次嗎 對一次 然後我想說 嗯 我代購很像炒果耶 更多千耶 好 我就直接打出一個主意 我說啊不然這樣 我幫你賣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這樣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我幫他賣 直接衝到多少 他自己賣的時候是 他覺得不錯 已經不錯了 那我就想一想 沒有啊快破千 但我每次代購收單 差不多三四千單 你會更好 對 我想說那我幫你賣賣看好不好 那怎麼分 就跟他談了 反正就是也是因為這樣子 他也給我機會 好 他有產品 你知道我那時候賣多少關嗎 我不知道 快 破萬關 就是這樣子 你播一次是嗎 沒有 當然還有加上一些行銷 一些廣告 哇一萬耶 這很多耶 我知道怎麼做的 哦 所以到現在慢慢的平台 就是所有的商業合作進來之後 push再到平台 嗯 這件事情其實就會變成 我覺得是很多 現在很多網紅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因為我人生中最大轉折 嗯到現在 這個就已經維持到四年 你知道因為這個很多 就是業配是一個網紅 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可是業配你會覺得好像都是很雜的 對 好像都是零用 就是沒有固定的對不對 要有固定的業配 你還必須那個產品 是的 跟賣的人要固定 那現在你還是以你為主力 你是Sales嗎 因為其實慢慢的 我現在開始最近有一個危機 就當然有開始簽新人 已經開始有經紀公司 然後我就覺得說 生田會老 沒有所有的都靠生田 沒有生田一定可以 哦你就是 永樣的危機來了 我已經開始有 到現在 你看我書才出幾個月而已 我現在都開始給自己危機 就覺得說 我到底還有多少年 你可以這樣電來電去 沒有 我覺得我自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想一些其他的方式 經營策略再改變一下 所以慢慢的我現在就是 也有在給新人機會 然後我是找更多更多的厲害的網紅 甚至藝人 來做這樣的合作 可是其實我覺得就是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到底怎麼樣能紅 對 對 銷售數字才是真正的關鍵 所以等於是說 銷售數字其實有非常多人 其實是不盡 不盡理想 但是我覺得盡理想的這塊人呢 他到後面慢慢的要去變現 甚至變成一個商人或生意人 他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他有更大的base存在 叫做商業 可是我覺得要讓人家喜歡你的模式 喜歡你做的這些東西 你必須讓人家喜歡你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 你已經經過 已經賣的這段的考驗了 因為大家喜歡你 所以賣 所以因為賣 可是假如說 你今天連這個坎都過不去了 你也沒有辦法到後面那個階段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常常我會勉勵一些 可能不叫好不叫賣的那些人 我會讓他知道說 你再怎麼樣都不要再挑 你要給我種一個商品 就種一個 就夠了 要有一個 先要有第一個 就像嘛 所有的演員和明星 你只要種一個就是種 你沒有種 你就是沒作品 你就是要有一個成名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網紅 或者是不管你未來 要創業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你就是要種一個之後 你才會有下一步 因為你沒有種這一個 你下一步 你根本不用談下一步 這有一個 裡面在書中有講就是說 其實你要讓人家知道 你不管你做什麼 你要維持你的曝光率 對不對 然後你要怎麼樣維持粉絲 對你的心 怎麼維持跟他們的互動 這件事情其實慢慢的就會去更陷入 現出一些 詩人生活 例如說像我家裡 可能在煮飯啊 煮菜啊 這件事情啊 或是可能 抓個頭髮啊 我也會分享啊 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要做更多更多的內容 去給他們 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黏著度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 當然知道有說 找網紅就是業配啊 對啊 是業配 但是重點是他要不要 看你這件事情 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 我還是依然在經營我自己 讓我自己更知道 分享我的生活 分享我的品味 分享我的所有 包括我的旅遊 你剛才講到業配這件事情 我們看之前有一些新聞啊 很紅就是說 可是我們一開始覺得很喜歡他 就是因為他沒有商業氣息 可是當他紅了以後 就業配很多 所以他做來的每一件事情 粉絲可能一開始喜歡他的粉絲 對不對 都會覺得說 你的什麼東西都是業配的 太商業了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 這種就是 那當然你也是必須要生活嘛 這件事情其實講出 不知道到底 應該我覺得會很兩面啊 但是我講到是 以我個人主觀的來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必須要很坦誠的 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大家工作 都是為了賺錢 其實這件事情 也沒有什麼好計較 可是說真的 因為說大家都 接了太多業配 而倒的 我覺得就是偏向那些族群 但我跟你講 會支持還是會支持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是主觀的 沒有對錯 你說 在批評他們這些人 你幹嘛接業配 你幹嘛 你覺得這些人是錯的嗎 他沒有錯 只是他的觀念 覺得這是不好的 可是 還是有一群 覺得 你必須得要這樣啊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對錯 嗯哼 但是不會說 你會 你不會很在乎粉絲的評論嗎 其實你知道 跟維持你的粉絲 最近太多的新聞 其實真的有蠻多 大好和大壞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 呃我的身邊朋友都會 甚至很積極的來關心 我說欸你還好嗎 下面有人在罵你 你還好嗎 我覺得 我必須跟你講 我真的心態好不好 好 來有人可能會批評最近 我覺得這件事情 負面不好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反而會成為我個人心中 最大的原動力 因為有批評 有好 有批評 還有有出身的 就是好事 但是你應該要怎麼樣 去做到更正面 而讓這些批評你的人 更贊同你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我們面臨到 下一個最大的考驗 但這件事情 也是唯一的動力 為什麼 因為所有人都講 你好的時候 你會覺得 我好在哪 但有人批評你的時候 最好的 就是讓你變成轉機的時候 我覺得三田的 王海印鈔術 大家不要覺得說 它只是一個 好簡單的印鈔術 應該是印鈔的藝術 你知道因為它有技術 也有藝術在裡面 但是因為你太早就有開始商業模式了 很多人可能是二三十歲 所以會太急 因為會那個壓力會更大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覺得你真的是很好 什麼都知無不言言無盡 尤其是這本書裡面 還告訴他賺很多錢 賺多少錢 對不起 謝謝 謝謝 感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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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